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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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Ami 看到这颜色盒子就知道 又是realme realme刚刚就在线上发布了 他们全新的realme 7i 这样我当然就要马上跟上进度 跟大家分享realme 7i 到底有哪一些卖点 所为一个手机界的操牌realme 几乎在每一款新机型上面 都有让我意想不到的设计 比如讲这个浅白色到白色的 渐变色然后中间这里又 屁了一道光线折色 超过了这个指纹识别模块 听起来很复杂哦 听不懂就对了 因为潮流这种东西 只可以意会不可以眼传 你真正拿上手感受一下看一下 可能你就feel的到哦 配色方面除了我手上的这个Polar Blue 还有一个Aurora Green realme 7i搭载的是6.5寸 IPS LCD屏 90%的屏占比 支持90Hz的屏幕刷新率 120Hz的触控彩阳率 realme 7i的后置镜头模组 其实和上一代差不多 但这是最大的亮点之一 就是它的后置主镜头 这一次在realme 7i主镜头升级到64MP 再搭配8MP的超广角 2MP的微距 加2MP的黑白人像镜头 虽然说这次在镜头模组上面变化不大 不过这个组合的镜头 可以说是照顾到各方面的摄影需求了 大合照等等都可以满足 而且基于64MP的主镜头 拍出来的画质也会有相对清晰的效果 细节更detail一点 至于它16MP的前置镜头拍摄效果怎么样 我个人是觉得在低光下面的状态拍 它的颗粒感还有焦点蛮明显的 但是光线充足的情况下拍 照片细节还算清晰 而且AI美颜色调都蛮自然的 算你过关 那回归到这一次realme 7i最大的卖点是什么 当然是它的处理器啊 你们还记得上一代realme 6i的时候 它搭载的是MTK Helio G80处理器吗 这一次在realme 7i上面 就搭载了大家心心念念的Snapdragon处理器 搭载了Snapdragon 662处理器 官方是表示这款处理器 它采用的是11mm的制作工艺 和上一代的MTK Helio G80比的话 更小了一点 尺寸越小就代表芯片越新 操作起来就会更流畅更灵敏 就足够满足你的日常需求 还有基本的游戏需求 系统方面运行的是realme手机的标配 realme UI 我都讲了啦 realme每次出新机之前一定会认认真真 把大家feedback都听进去的 在上一代realme 6i的时候 就有网友吐槽说 4GB RAM真的是有点烧鲜不够用 所以我手上的这个realme 7i 它就是8GB RAM加128GB ROM的 而且支持226GB的MicroSD卡扣充 这个诚意 OK了吧 续航能力的部分就延续了 上一代的稳定发挥 它搭载5000台湾的大电池 官方是表示realme lab下面的实测下来 它充满电的状态下 可以待机长达34天 同时支持18W的快充和反向充电 不过它是怎样做到减少更多耗电量的咧 在这个模式下 你可以选择最多6个你需要的apps和功能 然后除了这6个以外的其他功能 暂时是用不到的 就可以完美的避免那些多余的耗电量了咯 除此之外realme 7i这次还添加了指纹识别模块 也支持面部解锁 不得不说这个指纹解锁 嗯 别快到 继续以上的分享 我觉得realme 7i在各方面的功能都有照顾到 而且基于这个价位 可以说是一个功能齐全也算实用的手机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这次视频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追踪我的个人主页 不要忘记订阅金Gadget 还有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啦 我是近年月的Amy 下个影片见 拜拜